西蒙的首相人选课题 那在沙巴州选选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刻 突然又被挑起 也把西蒙盟党、公正党、行动党还有成信党 在首相人选上的分歧再次摆在阳光底下 那在其莱登政变之后 行动党跟成信党呢 他们曾经同意推举沙非裔成为西蒙的首相人选 但最后被公正党拒绝 在沙巴州选前 行动党跟成信党同意用明星党的旗帜上阵 但公正党也拒绝坚持用自己的旗帜上阵 在喜莱登政变之后 那原本喊着要重夺政权的西蒙 现在是不是因为首相人选问题渐行渐远了呢 安华还是不是西蒙有党的最佳首相人选啊 那时事评论员潘永强向《八点岁日报》指出 自从二月份喜莱登政变之后 公正党主席安华其实有很大的失落感 也明显地表现出异性阑珊的态度 因为他已经两度非常接近首相的位置 但却两度都落空 所以他表现出一种很强烈的失落 还有挫败感 有时候甚至感受到他有点自暴自弃和消极的态度 那潘永强认为 这种态度或情绪 会被西蒙内部的盟党强烈地感受到 而在很多重大议题上 他的不作为或者延后决定 对其他盟党来说 就无法感受到安华有在扮演领导的角色 西蒙执政22个月倒台 反政变又失败 安华再次跟首相宝座擦肩而过 时事评论员潘永强认为 公正党主席安华在反政变失败之后 态度上开始比较被动 在决策上也没有破例 但同时 他却有坚持扮演反对党领袖的角色 让西蒙很多行动无法果断地进行 安华他被其他的盟友看穿他的底牌 大家都知道安华其实是不够人数的 但是安华一直不放弃 或者是一直在口头上还是很坚持 可是安华的政治上的能量 还有他的实力 都已经被其他的盟党完全看破 所以你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做领导 可是你的实力 你的底牌被你的伙伴 被你的小弟看穿了 那你又还要假装你还是很有实力 这个是安华现在的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但是另外一位时事评论员林洪祥却认为 虽然现在的安华无法凑足足够的人头反政变 但是西蒙有党的其他领袖 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 大家认为假派已经去到最巅峰 也凑不足112个议员这样的情况 我想换成其他的西蒙领袖 甚至包括民进党的Shafiq Abda 也未必能够凑得足更大的一个数目 换言之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Shafiq Abda真的能够凑足 比安华更多的数目来重组胜负 那他可以直接动手 那他动手过后他才来施压到底安华与安华的风筝党 要不要加入这个西方政权 林洪祥认为 凑不足人数变天不是安华个人的问题 但潘勇强圈认为 Shafiq Abda周选之后 比较低潮和被动的姿态 此下疲长 Shafiq Abda周选之后 在Shafiq Abda周选的形象和知名度都会被抬高到一个高度 那么加上Shafiq Abda周选之后 他所输出的一些论述 还是符合一个比较温和 比较开明的形象 那么这个形象就可以抵消失去安华之后 或者是可以取代安华的这个形象 取代安华的角色 我们之前的评书报导曾经提到 那在西蒙反政变失败 Shafiq Abda成为第二个首相人选之后 Shafiq Abda这个选举 某个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Shafiq Abda跟安华的一场PK战 潘勇强就认为 此消彼长嘛 如果Shafiq Abda赢得了Shafiq Abda周选的话 那么他在全国的形象跟知名度就会被抬高 自然也就会让他在形象上压倒安华 而林鸿翔也认为 如果Shafiq Abda赢了Shafiq Abda周选 那么西蒙 特别是行动党跟诚信党 将会对Shafiq Abda给予更大的认可跟肯定 而这自然就会对安华构成某个程度上的压力 但是林鸿翔还是认为 如果Shafiq Abda成为Shafiq Abda未来的首相人选的话 他的性格跟理念是否跟Shafiq Abda一致 这是一个还有待观察的重要考量 而他也认为 现在西蒙比较明显的分歧 的确是西蒙的首相人选课题 但更棘手的是 西蒙各成员党之间 在某些议题上的理念跟立场都是有落差的 那如何在下届大选之前去磨合 这个是西蒙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否则未来如果有机会重新掌正的话 西蒙也一样会重复过去22个月执政所面对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